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是一个有上下连载的 第一部我们讲的是一个刘鹤 还婚后刘鹤二十七天的皇帝 他如何称帝 如何被废帝 就是被全城霍光给拉下皇位的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第二部我们讲的是 讲刘鹤被贬为庶民所发生的一些故事 那接下来的是讲守墓跟盗墓 为了中国的一个传统的文化 作为一个守墓人是如何 把中国的文化传播下去吧 这次导演将选择海昏猴墓的真实地点 编剧极尽想象之能是 创作出了围绕海昏猴的大墓贼 与守墓人之间的精彩故事 而这一创作也为塑造海昏猴超级IP 提供了新的视角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跟海昏猴传奇之列天 等在2017年度在浙江省网络电影大赛评选活动中 荣获年度最佳网络大电影三等奖 荣誉与票房的双丰收 为海昏猴系列三四部的再度创作 提供了质的保证 导演在故事设定方面 吸引观众的同时又不乏合理演绎 一定程度上让观众对海昏猴墓产生遐想 也让观众对海昏猴那段的历史 增添了探寻的冲动 飞凡娱乐上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